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品文化正在为您讲述的是话谈巨匠张大谦 19世纪末,在中国四川的内江地区有一个妇人 传说其夜里梦见一个老翁送以小园入宅 不久之后,妇人便生下一个男婴 此人名张政权,又名袁浩大谦 也就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张大谦 张大谦是中国现代画史上的一位巨匠 关于他的一生,颇富有传奇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21世纪以后 他在中国画坛上的显著的地位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他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张大谦一生有着丰富的,旺盛的创作的经历 他可以说是一个以画为生的人 因此他这一生比更不错,留下了众多的作品 有人这样统计,认为流传一世的 他的作品至少应该有三万件以上 那么一直到今天,经过了这么多年 有一些损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大博物馆 在私人的收藏手里 张大谦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说他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 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那么从他一出生,一直到最后他长年于梅秋 这样的势力是非常的多的 张大谦出生在四川的内疆 他的家当时并不是太富裕 他的父亲是一个比较老实的生意人 但是一直到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家中的第八子 家境并不是很好 父亲从事的是小本生意 家里的很多的用度 是靠他的母亲画花来补贴家用的 那么据说在1899年的有一天晚上 他的母亲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白发的老翁 怀里抱了一只小圆 来到了他的梦境当中 张大清的母亲曾氏 异常的喜欢这只小圆 于是老翁就说呢 要把这只圆送给他 之后张大谦就出生了 所以呢 他母亲就笑称说张大谦是黑圆转世 张大谦的一生呢 非常喜欢圆 他自己呢 养过圆猴 据说呢 他曾经养过一只小圆 经常呢 蹲在他的画岸边上 非常的乖巧 人从画岸边一经过 这个小圆呢 就会伸手 让人抱 特别惹人怜爱 张大谦小的时候呢 身体比较弱 据说呢 他12岁的时候 得了一场伤寒 病得非常严重 几经调养才有起色 后来呢 他就到了他的伯父家 进行调养 那在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吃肉食 在此之前呢 他都是不吃肉的 而之后呢 张大谦呢 是一个美食家 不但是肉食 他还自己呢 经常在家里 下厨操作 呼朋唤友 热闹非凡 从小呢 张大谦 就受到了 母亲的良好的影响 家境虽然不富裕 但是呢 母亲对孩子的教育 是比较严格的 他的二兄长 叫张善子 这是一个呢 对张大谦 有过重大影响的人 他的四兄叫 张文修 张文修呢 从小读书 很有才气 后来呢 做了教师 又专研医术 张文修是四川 四大名医之一 那张文修呢 对张大谦的学业的督导 也是呢 功不可没的 张大谦后来 喜欢诗词 就与他的这个兄长 教他读诗 有关系 还有 他的三兄长 叫张力成 是一个商界奇才 特别善于经营 也正是由于 张力成 与张大谦父亲的 辛勤的经营 使得张家呢 近况得以迅速的转变 家境呢 富裕 为张大谦的求学 以及呢 作画的生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财力的支持 是张大谦成功的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张大谦生活在一个书香门地的家庭 他的家里兄妹共十一人 他的姐姐善化花卉小鸟 他的四哥是位私属老师 故大谦经常博览古籍 随胸游览山水名胜 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 对他起到了 很好的启蒙作用 培养了对自然的神美意识 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可是 在他就读中学的时候 发生的一件事 使他当上了土匪的师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一生作画 曾三上敦煌 人称富可敌果 又无利锥之地 品文化正在为您讲述的是 画坛巨匠张大千 张大千大约是从九岁的时候 就跟随母亲学习画花 当时是为了补贴家用 但是张大千 从一开始就显现了非常好的 绘画的才能 以及对画的无比的热爱 他自己讲 说从他跟母亲学画的那一天起 从他爱上画的那一天起 一直到最后 他每天笔根不错 每天都画画 每天都画画 没有一天懈怀过 他的这种勤奋 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么到了1913年的时候 张大千就开始进入到中学读书 那么他就到了重庆的求精中学 那么这之后呢 那么这之后呢 就又发生了一件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事情 就是呢 百日师爷 张大千呢 曾经做过 那这个由来是怎么样的呢 他在重庆读书的时候 1916年放假 5月份放假 那么他呢 就非常呢 想回家 当时啊 四川地方呢 土匪比较猖獗 社会呢 并不安定 他们几个同学呢 商量一下 决定呢 结伴回家 当时身上呢 钱不是太多 于是呢 就想 大家结伴而行 走到一家呢 就请家里边呢 给每个人一块钱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走 那么 行走的过程中 有一天 他们呢 遇到了土匪 张大千和他的 九弟 以及那另外一个 凡姓的同学 就被土匪呢 抓了起来 很快呢 他们又被呢 分隔开来 当时的土匪呢 发现 张大千 颇有文才 于是呢 就决定把他留下来 随土匪 做师爷 做师爷 于是呢 他就开始了 百日师爷的经历 在这一百天当中 张大千呢 是饱受惊吓 也体察了 人 情事故 事态炎凉 这百日师爷的生活 对于张大千 其后的人生的经历 对于他的个性的塑造 应该说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张大千这个人啊 一生特别的豪爽 灰金如土 这大约呢 也与他这样一段 奇异的经历 分不开 虽然他后来呢 成功的逃脱了 土匪的这个控制 但是之后 他待人接物 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他喜欢结交朋友 敬重师长 孝敬父母 对自己的门人 也特别的慈爱 关心 比如说 他曾经呢 收何海峡为徒 何海峡呢 当时呢 家境比较的艰难 但是呢 何海峡还是备了 一百块银羊 来拜张大千为师 当时 张大千并没有说什么 收下了这一百块 银羊 但过了一段时间 他请呢 何海峡吃饭 之后笑着呢 把这个银羊 还给何海峡 说 你拜师呢 送 师父呢 银羊 那么现在呢 我是你的老师 我把银羊呢 送还给你 他关心 师友的例子 非常非常的多 医生呢 这个人 是灰金如土 他曾经讲 千金散去 还付来 所以当亲戏 朋友 学生 遇到困难的时候 张大千呢 从来都是 倾囊而出 热心相助 经过百日 师爷 这件事情以后 张大千 接人带巫的性格 发生了变化 可见 此事 已经深深地 影响了 他的人生 后来 张大千 在他二兄长 张善子的带领家 去日本留学 1919年 张大千 学成归国 来到上海 可是 他却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要 出家为僧 1919年的 12月下旬 张大千呢 突然 出家了 那么当时呢 他是在 松江 地区 他突然呢 宣称他出家 来到了寺中 跟 法师呢 讲究佛理 钻研 静坐 之后呢 他就决心 皈依佛门 到了什么时候 他 犹豫了呢 就是 他要 皈依佛门 当时呢 法师呢 对他讲 说要 烧戒 那当时 张大千呢 就犹豫了 他就跟 法师 反复地 辩析佛理 希望呢 能够不走 这样一个程序 但是 便携一夜的结果 还是呢 没有能够成功 法师呢 还是坚持 必须呢 要在头上 烧戒 所以呢 临到 仪式举行的时候 张大千呢 就 离开了 离开以后呢 他 决定呢 到杭州的 林隐寺去 西湖的 林隐寺 去林隐寺的路上 遇见了一件事 使得张大千呢 彻底改变了 自己的想法 当时呢 他要渡船 那么要渡河 就要付钱了 他身上的钱呢 很少 摸出了几文钱呢 给这个烧工 这烧工呢 不干 说不行 一定要付足了船资 才能过去 张大千就说 我是穷和尚 我没有那么多钱 能不能呢 我就把现在的钱给你 你让我渡过去 这个烧工说 说不行 说这穷和尚多了 如果和尚都渡船 都不给钱的话 那我怎么活呀 后来呢 两个人呢 就口角起来 最终呢 就 动手撕扯 没有想到呢 这个船夫啊 就撕破了 张大千穿的 这个海青 在当时的规矩呀 僧人如果呢 不穿着这个海青呢 是没有办法挂单的 这使得呢 张大千就没有办法前行 于是呢 他勃然大怒 和船夫呢 就打了起来 打过之后呢 愤然离船 于是呢 他就发誓 他说这个和尚啊 不能坐 尤其是呢 没有钱的穷和尚 更加不能坐 自此呢 他才决念于出家 不再当和尚了 经过这百余天 在寺庙的清修 张大千的心 安静下来了 平静下来了 于是他在上海呢 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 张大千决定 不再出家了 其实 张大千突然做出出家 这样一个决定 是因为他的未婚妻 在他日本留学期间 因病去世了 归国之后的张大千 始终不能摆脱 悲痛的困扰 于是决定出家 经过百余天 在寺庙的清修 最后还是放弃了 自己的决定 不管是百日师爷 还是百日和尚 张大千最终 还是回到了 绘画的世界里 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 一个不甘于寂寞的命运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一生作画 曾三上敦煌 人称富可敌国 又无立锥之地 品文化正在为您讲述的是 话谈巨匠 张大千 那么在这期间 很快他就拜了 清代的两个文人为师 一个是曾希 一个是李瑞卿 那这两个人呢 是当时著名的文人 也是呢 大书法家 他们呢 对张大千 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成就 张大千的书法的能力 造就他的 日后绘画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应该说 这两位恩师 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在这期间呢 张大千的哥哥 张善子 也在上海 他呢 一直对这个弟弟 提携有加 张大千 在从事的同时 彼更不错 努力地习画 所以到了呢 1925年的时候 有了一个机会 那么他参加了呢 这个上海的一些 名人举办的秋英会 会上他呢 一展画材 受到了呢 这些人的交口称赞 于是名声大振 可以说呢 他的哥哥 引领他 走入了一个 脚高的这样的 一个起步的阶段 他的画 从一开始 就受到人们的追捧 受到呢 人们的欢迎 使得他很快 就在画坛上 立住了脚 那么在这之后 张大千 就过了一种 诗书画的日子 那么他呢 受到了 人们的赞扬 他呢 不仅仅是在上海 在苏州地区 在苏州地区 包括呢 很快就北上北京 当时呢 北京叫北平 他到了北平 也受到了 当时文坛化解人的赞誉 所以很快 大江南北 就传遍了张大千的画名 并且呢 人们给了这样的一个称呼 说南张 北谱 谱呢 是指谱心愚 张呢 就是指张大千 那么张大千的话 到1933年的时候 徐悲鸿先生呢 组织了一次 中国近代画展 在巴黎 这个画展上呢 张大千 送展了一幅金盒 引起了呢 人们的关注 甚至可以说呢 是引起了轰动 那么 巴黎呢 收了 张大千的这幅画 当时的这个 很多著名的文人 很多的画家 对张大千 评价颇高 像 徐悲鸿先生 就称呢 五百年来第一人 给予了张大千 极高的赞誉 张大千 他的艺术成就 在今天 一直被人们称道 但这称道 评论颇多 可以说呢 也是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 对他的画 称赞有加 对他的 艺术的成就 进行了高度的肯定 但也有人呢 认为张大千 七世道明 七世道明 对他的画呢 颇有微词 为什么在一个人的身上 人们的评价 会有呢 如此的不同 这大约呢 这大约呢 与张大千 他的绘画 整个的面貌 以及呢 张大千 他的人生的道路 都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前边呢 简要的 叙述了 他的一个 大概的人生的经历 那么 我们现在呢 来看 他的 从业的经过 他的学习的经过 他的成就的经过 张大千的艺术之路 应该说 是一个成功之路 他选择了一条呢 正确的道路来走 我们可以讲呢 他的成功之路 大约呢 是这样的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 是读书的功劳 一个方面 是诗传统的功劳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诗自然 当这几者 在他的身上 完美的 融洽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 极大成的画家 便出现在 中国现代的画坛上 我们先来看 他读书 张大千启蒙很早 我们说 他的母亲 曾有珍 是一个很有 见识的女子 他督促自己的子女 认真地读书 当然 也由于他个人 这样的一个特长 他善于画花 被人称为 张画花 他也呢 让他的孩子 习画 那张大千呢 从小开始读书 在他哥哥的 督促下 接触呢 像签家诗 像论语等等 这样的 古代的经典 从他开始读书 一直到 他后来 包括到五十岁的时候 他还这样说 他说呢 要读书 要多读书 要多读好书 他一生 读书不错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会捧着一本书看 甚至在旅途的时候 他也会看一本书 从旅途起始 开始看起 到旅途结束的时候 他就可以对人呢 津津乐道 飞扬挥洒地 把一本书的精髓 讲给大家听 那这样的读书生涯 勤奋生涯 历练了 他的胸襟 使得他的画 在整个内运上 我们说 带着文人的神采 带着呢 这种胸襟开阔磊落的 这样的特征 也带着呢 丰富的内心的涵养 所以这是呢 成就他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一个就是诗传头 诗传统 这是每一个画家 一定要走的路 张大千呢 九岁的时候 随着母亲 学画工笔花卉 当时呢 母亲呢 是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呢 帮助他 画花 补贴一些家用 没有想到呢 这一画便不可收 自此以后 张大千 每日都做画 那么到了他 十二岁以后 他的画呢 已经就颇能够入眼了 据说他居住在伯父家 调养身体的时候 有一次呢 在门前的地上呢 拿树枝画画 有一个算命女 从边上经过 看见了他画的画 非常的喜爱 于是呢 就要出八十枚小钱 请张大千呢 替他做画 这是呢 张大千用自己的画笔 挣到的第一笔钱 让他呢 欣喜若狂 小孩子的心性 他把这八十枚小钱呢 都买了美食 每天呢 去花几枚小钱呢 买上一两烧腊来吃 多少年之后呢 他还对这件事呢 记忆犹心 尤其是呢 他呢 吃到的 属肉的香肠 让他呢 多少年后 还不能够忘怀 那这是我们说呢 他很小的时候 跟随他母亲 开始呢 学画画会 那他母亲画的是一种 什么样式的花呢 我们来看 1918年的时候 他的母亲呢 曾经画过一幅 茂蝶图 那这个画 比较非常的清新 工智 色色呢 柔和 画中呢 画了一只白色的猫 全握着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张画花的名字 也是名不虚传 这个画呢 笔法公智 构图呢 严谨 张大千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熏陶下 开始了呢 最早的绘画生涯 那么之后 我们说 他远行日本 又 吸取了 当时日本 服饰绘画的一些特点 回到 回到 国内之后 他拜 曾礼二人 为师 曾礼二人呢 是当时的 著名的文人 也是呢 很有名的收藏家 这两个人手中呢 收了很多 八大山人 和石涛的话 这就成了呢 张大千 临摹的一个 重要的来源 和许多画家一样 张大千 也同样经历了 描摹之路 在近代 像大千那样 广泛吸收 古人营养的画家 是为数不多的 他 师古人 师近人 师万物 师造画 才能达到 师心为地的境界 他师古 而不拟古 在继承 传统文化的同时 他还想到了创新 于是 他走出国门 游历世界 去吸取 世界各国的 绘画手法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一生作画 曾三上敦煌 人称 富可敌果 又无力追之地 品文化正在为您讲述的是 画坛巨匠 张大千 那么张大千呢 之后 在 很长的时间里 他呢 就开始了 他的游历的生活 勤奋学化的生活 到了 1941年的时候呢 他 还 三上敦煌 历时 两年七个月的时间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敦煌之后 是 张大千 画风 有了 巨大的变化的时候 从 诗古人 画风 较为的 清新 较为的公质 到了呢 一个 变化的时期 开始呢 善于用色 大胆用墨 这样的一个变化时期 那么在 在这之后呢 新中国建立 张大千 在49年的 十一月份 出行了 那么他呢 先是呢 携 夫人 徐文波 并且呢 带了一个儿子 到了呢 台湾 但是呢 没有居住多久 他就移居香港了 之后的时间里 两年多的时间 他就呢 往返于香港 和印度的大吉林 一直到呢 1952年 他正式 移居呢 南美阿根廷 在阿根廷 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他到巴西 去 展览的时候 看中了巴西的 一个地方 在圣保罗附近 他发现这个地方呢 与他的家乡 四川 特别的相像 于是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出巨资 买下了一块地 1954年呢 开始一居巴西 并且呢 在这块地上 开始苦心经营 完全按照他故乡的样式 按照中国传统的模式 开始 迎见巴德园 巴德园 叫巴德 这块地啊 原来的主人呢 在地上种了很多狮子树 大约呢 有一千多棵 张大千呢 爱上了这块地 也爱上了这些狮子树 之后呢 他又栽种了三千多株 位为壮观 中国人讲啊 说狮子呢 有七德 那么之后呢 张大千知道 说狮子叶啊 泡水可以治胃病 他就又为它呢 加了第八德 因此呢 这个园子称为巴德园 巴德园的营建 耗时呢 有十几年 陆陆续续 张大千从世界各地 包括从中国 运去了 奇花 异草 怪石 进行了苦心的经营 最终呢 位为大观 这个园子成为巴西地方的 一景 而且呢 这个穿着长袍 足灯布鞋 留着长染的中国人 也成为呢 当地的一个名人 据说呀 在当地 如果是张大千的信的话 你不写名字不要紧 只要呢 给人形容 是送给一个大胡子的 那这个信就会准确无误的 送到张大千的手中 那么之后呢 到了1969年的时候 巴西政府要修建公路 在规划过程中呢 这条路要贯穿巴德园 于是呢 这个地就要被征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又感觉到了 张大千为人的豪爽 那么他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没有过多的留恋 毅然决然 就又移居美国了 在美国呢 他又建了一处住所 叫环碧庵 当然 这期间呢 他也曾往来于巴西 在张大千旅居国外的 这些年当中 他每年差不多呢 都会到台湾去 到他居住美国的时候 慢慢的呢 他身体就更加不好了 因为他身患糖尿病 心脏呢 也不太好 所以后来呢 他就觉得 台湾这个地方 似乎呢 更能够适合他的身体 同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对故乡的那种思念 与日俱增 所以最终呢 他就决定 迁回台湾居住 定居于台湾 那这个时间呢 是1976年 他正式呢 迁回台湾居住了 台湾这个地方呢 有他的很多的老朋友 有呢 他很多的故旧 所以呢 他到了台湾 并不寂寞 日子呢 过得很快乐 在台湾 他的住所呢 叫摩耶京社 在台北的双西附近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离台北故宫博物院 也比较近 那张大千呢 在此 遗养天年 过了一种呢 很安乐的日子 最终呢 他 就 留在了台湾 1983年 张大千离世 中年呢 85岁 他的一生 是丰富多彩的一生 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 一生 结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一生 有无数的奇闻异事 张大千作画 可以这样说 不热闹 不能画出好画 据记载啊 说他呢 每天清晨即起 很早呢 就开始 门庭若市 他的门人 很多好友 都知道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个性 喜欢谈天 喜欢摆龙门阵 常常是呢 一般 一边谈天 一边呢 在作画 而且呢 特别的喜欢呢 在家中宴请朋友 自己还常常 亲自下厨 有一次呢 他在这个北平 又请了好友吃饭 席间呢 店里的这个跑堂 的侍者 看着张大千呢 气度不凡 那么招待的呢 就非常的殷勤 当饭吃完了的时候呢 张大千摸摸口袋 一分钱没有 于是呢 就笑着索来执笔 信手挥洒 画了一幅画给店家 当时这个老板啊 店主 内心呢 非常的惶恐 就不知道他这个画 到底价值几何 那这顿饭呢 会不会是 白送给人家的 验散之后呢 他就赶紧拿着画 找画商 去寻价 那么寻的结果呢 让他欣喜若狂 这张画 不止这样一桌宴席 价值呢 很高 张大千的这样一个 豪爽的性格 和不带钱的习惯 在北平 传承了美谈 致使许多商家 都希望张大千 吃饭的时候 不带钱 这样 他们就可以得到 张大师的墨宝 敬请下期节目 继续收看品文化 为您推出的 画坛巨匠 张大千